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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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 洛富樓康樓一個三至四人的住宅單位 食用面積大約有434呎 全屋主要以木家斯為主 打造日式無印風格 隔了三間房間 我們接下來交給設計師Danny 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屋的設計方案 我就是單位設計師Danny 這家屋大致上就創了無印風的設計 選了三間房間 我這家身處的地方就是圓關這個位置 大家看看其實這是一個雙面櫃 可能靠門這邊就是一個獅子鞋櫃 而另一邊就是一個雙面衣櫃 我們都用木色和白色作為一個主吊 加了兩條燈 一個在地下和一個在中間 增加採光度 而就方便可能業主 有些小朋友 可能晚上去廁所的時候 容易看到就不會太黑了 其實你看到這裡也有很多間架 有很多櫃筒 還有有隱瞞 都可以讓你放鞋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邊 雙面衣櫃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這裡房間推進去 這裡就是主人房 其實你見到整個主人房 都是採用了一個 以木色和白色作為一個主吊 其實整間房一開門 進去就已經是一個地桌 這邊先看看 這邊就是一個以木色為主吊的衣櫃 這個就是一個拖門衣櫃 其實除了還有一個衣櫃 其實都算是一個間場的作用 因為另外那邊已經是廳 所以這部分都是用了雙面衣櫃 所以就是一個間場的用途 因為主人都是一個整天化妝 所以都放了一個梳妝櫃 這個位置 有一個間夾 可以打開 讓主人坐在這裡 浪腳也可以 這個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雙面衣櫃 那邊就是鞋櫃 那邊就是一個衣櫃 那邊就是一個衣櫃的用途 其實打開這些空間都很廣闊 你可以放很多站在這裡 還有你也可以放衣服 除此之外 其實這裡有兩個類似層板的空間 其實可以給業主 他可以放些雜物在這個房間 可能睡覺的時候 都可以放些隨身物品在這裡 還有這裡也有一個燈帶 有時候你晚上的時候 又不想開個主燈 那你也可以有一個燈帶在這裡 照明一下另一個房間 可以比較更加光 同時間這間房間 都設有很大量的地台空間 下面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地台 有一個床 你也可以放很多行李箱 或者放些雜物在裡面 這邊其實也有一個氣窗 日常的時候你會開氣窗 讓空氣流入回來 這間就是麻麻房 這間其實我們也用了一個 內拓門 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間開門 因為這個也是給麻麻用的 所以也想用大一點的空間 通道讓他們走過 裡面也有一個超長的吊櫃 其實也可以讓麻麻放些物品在裡面 同時間這個也是一個油壓床 你打開了 下面就可以放很多東西 而下面也有一兩個秋櫃 可以讓你放些隨身物品 這裡就是女女房 其實我們也給了很多個儲物空間 你可以看一下頂上 我們有一個吊櫃 上面也可以讓他放書 以及放衣服 其實這個也是油壓床 這張床 你可以有另外一半 就是一個油壓床的存物空間 而通道這邊 其實可以讓你放一些衣服 其實這個櫃 和剛剛主人房房間裡面 都是一個雙通的櫃 這邊可以放一些雜物 以及展覽一些東西 裡面可以看到 其實也可以放一些物品在裡面 因為業主也提到 想要多些存物空間 其實可以看到 這裡也有一條燈 但在後面 新加了整個廳的採光度 我們在這間屋 還設計了一個木紋的調子特色牆 作為一個大廳的焦點 讓客人來到這個家 都可以看到這個木紋的特色牆 作為一個無印封的特徵 下面還有一個木色的地櫃 還有這裡將來就會掛一個65吋的大電視 一家人都可以很開心在那裡看 另外也可以看到 頂上還有一個燈槽 作為一個曝光的用途 另外可以更加明亮 其實在香港地上 浪衫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就幫業主 設計了一個伸縮的浪衫架 其實就幫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給他們一個空間 可以掛到衣服之餘 還要不會浪費空間 而且最重要設計也符合無印封 就像把難一點 我也會遲 nowhe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